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就是怎么讲呢 我还是想来想去就是说还是多聊天嘛 我还是希望能够有登录的朋友们我们自己聊一聊多说一说 如果没说话的话我就以我自己的挑两个茶叶做一下 还是最好还是大家聊天嘛 不管新来的朋友还是原来一直听的朋友 这样子节目不然的话可能什么个做法我也不是很清楚 这个因为我们在网络上讲茶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大家没办法喝 而且这茶的东西它不像跳舞了唱歌了 或者是什么气功呢武术呢看着能跟着做 那你这个茶的话你光看不喝这个体验度是下降很多的 所以这个以后这节目怎么个做法我也一直在想 反正下一幕或者是我找一个茶叶和跟我一起做 还是怎么样就一直在琢磨吧 那么anyway我们今天这个还是先继续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准备讲的是一个花草茶了 这个是叫阳甘菊 阳甘菊呢这东西已经不是茶了 因为我们正宗的讲像陆语茶经里面讲的那个南班有家墓 讲的所有东西都是处于茶本 茶呢在这个如果是在植物学里面 西班的那种植物学分类里面就是叫chamelea sinensis 是在这个科目里面的这个植物的茶树 那其他的东西这个像各种各样的花了什么大家都把它当茶喝 但是实际上他们都已经不是茶树这个类 这个科目已经偏了 所以我们因为另外一个类的叫做药草类 药草茶花草茶也可以这么说 但如果是英文的话这就叫做herber 华语就叫design 这是另外一个类型 如果是在中国的话 因为因为中国我们喝茶比较专业比较多 喝茶的人口也比较多 所以中国的茶树很少 基本上是不卖花草类的东西 那你卖很多东西你要到通道铺里去到 你如果说你要二两枚桂花什么之类的 大部分茶树是不会去做这种东西 去销售这样的东西 但是在西人这里面 而且在中国做茶树的话 而且很专业 你卖普洱茶的它可以专门 有个普洱茶树 卖铁观音的有铁观音茶树 它这茶树基本上就只卖铁观音 它不卖其他东西了 其他东西就稍稍卖一点点 百分之七八十就是卖铁观音了 普洱茶树就是专门卖普洱的 然后那个什么龙井茶树 那大部分就是以龙井为主 再加几个绿茶 它就可以维持 它就可以撑得住这个局面 它就有众多的粉丝 众多的客户 能够做的很细 那在这一边的话 如果是在Montreur地区的话 它就其实整个北美地区 我想都是一样的 它这个北美地区的茶树 都要卖一些坡 都要卖一些坚固花草茶了 如果没有坚固花草茶的话 可能客户数量就不够 做不下去 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是有试过的 这是这样 因为首先它这里茶的这种 这种专业的那种茶树的可能 就不是很没那么多 然后你如果在 如果有人在这里 敢开一个铁观音茶庄 我相信它是活不过三个月了 就得关门走了 没有这种很专业的这种客户群 它不存在 如果是说茶 因为我们如果在这里看茶树 一定是不能面对西人客人 因为西人客人是占大部分 那西人客人里面很多人就是 就是你像西人的茶庄 大家也没注意看 比如像什么David Tea的 什么之类的 但是它的百分之八九十 它都是卖花草茶的 乱七八糟的东西拼过来拼过去的 香味的什么 以香料为主 拼过来拼过去 他们都认为那个叫茶 这个所以就是说 当然我们分头来讲 这些花草茶如果是 光从那个功能的角度来讲 它是有它的价值 虽然它不是茶 但是它也有它很多的健康的价值的成绩 那么杨甘菊什么是杨甘菊呢 我刚才也打开了一个 我Share Screen 我这屏幕分享已经 大家应该能看得到 好像全主已经开了这个 我这屏幕忽然间 有点戳不动 大家能看得到吗 ok 我今天是继续去用电脑 因为我的电脑稍微有点旧 如果大家如果看不到 听不到之类的 就说一下 我要不就打开手机 ok 那么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 应该能够看得到 我的这个电脑屏幕 这是百度上我刚才找的这个杨甘菊 什么叫做杨甘菊 杨甘菊是菊科植物原产欧洲 那杨甘菊有好几种 他这里是说罗杨甘菊 德国杨甘菊 我现在手上有的是埃及杨甘菊 这个跟我们中国的茶叶也很相像 你说龙井有很多龙井 西湖龙井 西湖龙井 什么说岳洲龙井 各种各样的都有 那杨甘菊有什么作用呢 杨甘菊可以帮助睡眠 缓解病人的发炎和疼痛 缓解由神经性皮肤搔痒引起的失眠 这就是他有抗皮肤过敏的功能 杨甘菊 等会给他看我的食物 这个是百度百科里面的一些东西 这个杨甘菊 等会给他看一下我的 杨甘菊的一些作用 抗炎消窘的作用 抗汇烊的作用 解精黄的作用 异胆的作用 药用教育 这里讲的更清楚 药用功效 第一个改善睡眠 很多人来买杨甘菊的人 可能就是说睡不好觉 睡不好觉 这个杨甘菊非常好 我看据我的经验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喝杨甘菊都是有效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 这个是第一的 它的药用功效里面 第一位的就是改善睡眠 助睡有助睡功能 现在的人类各种各样的压力都非常大 就业压力 薪水压力 贷款压力 什么叽叽八八 这个是可以改善睡眠的 然后第二个呢 增强记忆力 第三个止科切糖 还有个止痛的功能 也有很强的美容做功效 所以这个女性朋友们也是特别喜欢 这个很仔细的我就不读了 大家如果有 我是个人是 因为它是菊花科 我们中国的客人都对这个中国的茶语们 都对就是韩州菊花很熟悉 我们自己中国的那个贡菊呢 贡菊 财菊 韩白菊 包括自己也做了好多种各种各样的菊花 什么什么七战七彩菊 什么七七八八的这种菊花各种各样都很多 但是呢中国的菊花其实有一个特点 它阴性 杭性比较重 可能有一点伤味 有些伤味 但这个杨甘菊呢 就我自己的体验呢 它比较中性 它还是有点良性 但远远它的阴性没有中国的菊花那么重 那么浓 就是微微一点点 所以它不会伤味 相反的有健胃的功能 然后呢又住睡 而且这东西也不贵 这个很便宜的一些东西 还有就是说很多人呢 来到这里以后 来到我们这里 来到加拿大以后 春天的时候经常会有过敏 皮肤过敏之类的事情发生 那你这个东西 这个养了什么 你喝喝杨甘菊 我们是比较推荐 这是有相当的疗效 这里推荐了好几个阳甘菊 都不过阳甘菊 它这里没有我的 我的是埃及的阳甘菊 埃及的阳甘菊 它是长在尼罗河邦 尼罗河 大家知道埃及的尼罗河 这个表现是非常肥沃的土地 所以埃及的阳甘菊 这个是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好的 只控作用了放松声音心 ok好 那么这个阳甘菊 那么这种纸面上的介绍呢 我们在这里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食物 阳甘菊的我的 我们这里阳甘菊的食物 香啊 这个香气是很重的一个花 花草啊 这个是阳甘菊 这是我们的埃及的阳甘菊 是长这样的 那在百度科里面那个照片呢 也很像 但是也有自己的特点 这是 那这个阳甘菊的比较抛 如果是正常的 还是大屏幕吗 这个大小屏幕是你控制的 不是我控制的 这个算是 好的 好的 看到了 对 谢谢 对 那这个就是阳甘菊 这个是埃及的阳甘菊 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百度百科里面那个 德国阳甘菊有什么 会有一些不同 但是总体还是一个类 差不多 那阳甘菊有个特点 所以它就 它的体积比较大 这是一种抛货类的茶叶 当然就是说你 如果是一般的绿茶的话 两克大概只有它四分之一 就两个 这个呢 要体积膨胀四分之一很多出来 所以 所以这个 你投茶的时候要小心 一般我们讲 两克茶 两克茶对一百毫升的水 多数的 多数的茶的比例是五十比一 两克茶对一百毫升的水 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你这个两克的茶的话 你就要对着 因为它体积比较大 你如果贯从体积来衡量的话 你的投茶量很可能就会出问题 好 那我们再 我们也泡一下这个茶 这个茶美容 注水 健胃 抗衰敏 抗衰 不是 那叫什么 美容注水 抗过敏 抗过敏 抗过敏功能 我们还是用玻璃杯来泡 这个水 这个也还是用水 那个花草茶泡法相对比较简单 因为它口感什么 不是没那么容易就被破坏 所以不像茶叶那么精确要求 那么我们还是用玻璃杯 你可以其实用什么泡 这个的关系不是太大了 你用茶壶泡也可以 用盖碗泡也可以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养成习惯 就是我们泡所有的茶呢 泡所有的茶呢我们都养成习惯 只要条件许可我们都先温气 这个开水先注入 把这个杯子涮一涮 温度提高 虽然这个不是正经意义上的茶 我们还是作为一个茶人吧 我们还是把它当做茶来对待 简单说话 这个是一个花草类的东西 不是茶科 是菊花科 菊花科 是西冷菊花 个人认为它比中国的菊花 就是阳气会重一点 而且你在这里买中国的菊花 价格也都稍微贵 这个可能价格更好 我们就投茶 把两大勺的茶全部都投进去 其实我觉得还是投少了一点点 因为这个茶实在是比较抛 然后呢 把它盖 用这个滤网把它盖中 继续注水 好 放到这里 这个东西呢 我们还是建议用蒙泡法吧 让它蒙几分钟 把盖子盖上 蒙一会儿 蒙个两分钟 然后它摊色就变成黄色的 很香 一种天然的自然的花草香 就出来了 嗯 嗯 这个我就 那么关于这个茶 大家 这个花草 大家有什么 就是 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想法 我们可以讨论讨论吧 如果没什么讨论呢 那我们稍微等一两分钟 我们看一下这个汤式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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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颜色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慢慢就出来了 啊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汤式 因为这个玻璃嘛 我们看汤式不太容易 对吧 还是把它倒到这个小杯子里来 倒到这个小杯子里来 倒到这个小杯子里来 观察汤式会更容易一点 嗯 玻璃是它整个底是无色的 这汤式呢 就 这种的 反正我觉得是跟中国计划的汤式也是差不多 啊 黄黄的啊 挑一点这个花絮在里面 啊 我们尝一尝 啊 甜甜的花香味啊 这个 相当甜啊 如果是 我跟我们刚才有讲过 这个就是说这个菊花系系列的东西 它其实都良性比较 都有良性 特别是 嗯 像那个 韩菊了什么呢 西藏七彩菊了什么 那个韩性是非常足的啊 啊 这个 这款呢 埃及的洋干菊的 因西没有中国的 呃 呃 呃 或者是大枣 好的大枣 切点片 啊 放进去啊 那这样这样子就综合一下 都完全的就变成 变成温性啊 呃 因为我们这个在加拿大嘛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啊 呃 呃 再来到这个极寒之地 这个身体上 呃 会有一些不像他本地人那土生土长 是吧 那在这里长大的 他们对这里的气候呢 地 地气呢 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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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特别是从南方呃 呃 中国南方过来的人 在这里生活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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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地气吧 所以你要 我们是建议 尽量 特别是年纪大的朋友啊 或者到了中年以上呃 呃 40岁以上的朋友们要 还是要呃 呃 多喝一些羊呃 呃 暖性的茶吧 所以可以加 我们建议是加红枸杞啊 啊 加大枣啊 啊 这样的东西 那你经常泡一泡喝一喝 可以 可以助睡眠啊 而且这个这种花草呢 我们刚才前面讲过 他不像 茶类那种东西 泡的时候要非常的讲究 那也便宜啊 啊 你像什么 我们前几个前几个讲的 什么盐茶了之类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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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币 一杯 都是相当贵的 啊 50克都得 都得好几十刀的东西啊 呃 但是这个就会很便宜啊 而且健身啊 美容啊 各种各样功能都蛮齐的啊 甜甜了 啊 啊 今天这个阳干局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 呃 大家有什么想法有没有要讨论的 嗯 嗯 如果哪位朋友 有什么 什么想法自己有什么想法什么 我们可以多沟通沟通啊 多聊聊 嗯 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样菊花哈 我有这个行菊 但是放了很多年了 放很多年有没有问题啊 呃 菊花的 那你这个你还要 还是要看自己喝一下再看看 因为这菊花呢 它肯定也是有效期 它不像那个普洱了 什么黑茶了之类的 或者白茶越醇越好 这是肯定这是没有的 但是至于你换了多少年 还有多少问题这个因为也根据你的储存条件 啊 比如说温度啊 还有你的分闭情况啊 这个我很难讲啊 啊 你最方便的就是你拿出来磕一下看看了 啊 自己感觉一下 我是喝的还是很有 还是很有那个菊花香味的 还挺好的 反正就是常温下放的 常温下放的 放了好多年了 才想起来拿出来喝 然后味道还是挺好的 那你因为菊花说句实话 我这菊花我研究也 没有这方面经验啊 我也没有这种储存 很长时间菊花的这种经验啊 其他东西我知道 你像绿茶你 两年过去是肯定是 要百分之五六十 或者百分之七八十 上市掉了啊 就不值钱了啊 那你这个菊花我还真没这经验 明天自己试一下 如果觉得有味道 但是 你说茶 但是我好像那天听你讲 茶可以 放起来 以后慢慢喝啊 对 那有什么茶呢 不同的茶 不同的我刚才是举 说绿茶是肯定不能放的 如果是白茶 或者是poor 可以放了十年 我们 我们现在存茶给儿子孙子喝 这都是可以的 而且可能也会越好 好啊 但这个菊花肯定是不会越长 越纯越好 肯定都在不停的流失啊 但是具体现在能不能 红绿茶 绿茶不能放这 啊 绿茶是肯定是 红茶 红茶可以放三年 放三年左右是肯定是可以 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就是说要看茶 啊 不同的东西 我们也 这怎么个方法 啊 又是 是不一样的 啊 要具体来讲啊 不能同 你是说白茶可以放的以后 老了慢慢喝 对对对 老白但是你 但新手也要注意啊 又有有很多茶上面写着白茶 但怕不是真白茶 哈哈哈 所以我也建议你 你如果手上有什么茶 你可以拿出来 我们瞧瞧吧啊 把视频打开 我们聊聊天看看 我帮你判断一下 你这手上的茶 我没有什么好茶 我只是想到那天听到 我只是听到你说到这个茶 可以放 久了以后慢慢喝 我好像觉得是第一次听说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指着什么茶 对 那就是三种茶 一个是白茶的话 一定要是附近的泰姆山的茶 白茶 啊 泰姆山的白茶就是 现在就是三个等级了 一个是银针白豪 第二个是白牡丹 第三个是寿梅 或者如果有说是第四个等级的话 那就是共梅 就这么四种白茶 是可以存的 至于什么什么天悟山白茶 什么安吉白茶 这都是假白茶 这是真绿茶 这是不能存的 好吧 好 谢谢 OK 还有其他朋友有什么问题 那没有什么 就是反正这个菊花吧 肯定 我是可以很肯定的说 你新的菊花肯定比你存了好几年的要好 这是肯定的 就是菊花是不能存的 但保证条件好的话 是可能有每年消失多少 那我就不懂 你像绿茶你第一年到第二年肯定30%到50%要跌下去 那你菊花可能没那么凶嘛 可能10%或者5% 这个还是尽量喝 稍微 不要不要太久 对吧 我觉得 老师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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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化黑茶 安化黑茶这个东西能存吗 对 这个我今天正想 正想说这个题材了 我今天挑的第二个茶 就是 本来就是想要 如果刚才有刚才讲的 就是千两共茶 千两共茶就是无能安化的黑茶 黑茶它是可以存的 存的是20年左右是没问题的 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黑茶 这位朋友正好提的问题是 跟我今天准备的课是合在一起的 那这个是半块的千两共茶 千两共茶大家看到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2012年厂的 那千两共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直径应该是本来 一整块是很大的 而且很高 所谓的千两共茶它就有点像树干一样 粗粗长长的很高很高的存在家里 拿出来的时候把它用锯子来聚成 这样子半块的圆圆的 然后再用纸包一下出来 拿出来给销售 引用是这个样子 这个茶也是属于老茶类 要需要存的 这个新茶是不太好 至少要存个三五年 我这款是2012年了 现在可能八年左右 这个叫千两共茶 这个是可以存的 OK 那我们看看我们再拿一点出来泡一泡 这个茶还比较硬 如果是拿去 就是我们敲 这是我已经敲出来的一小块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就是湖南安化的黑茶 OK 那么这个茶怎么泡呢 它的泡法跟泡泡是差不多的 那么OK 我们先拿这个水继续烧一下 把电脑转过来 黑茶的功效 这个我就要也稍微提一提吧 黑茶跟普尔什么都一样 什么看三高是非常好的 打工权 高血压高举滋看打工权 这个三高是非常好的 也有一定的美容消失这方面的 这方面的东西 因为现在这个网络都很发达吧 大家如果对这种东西不太 那个百度一下谷歌一下 这些东西都出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是讲一下这个 我们冲泡这个千两顿茶 黑茶 红南安化的 那么我们还是做一样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茶楼 泡每个茶之前 泡每个茶之前 我们都做一下这个事情 把它洗一下 把这杯我们叫温气 不能叫洗 因为这个东西肯定都是干净的 我们都已经一般做茶楼 卫生工作是一定要注意的 就你每次喝完茶的时候 这些杯子的什么茶区都要洗 洗到饭那边 我们不是很不会去 一般是不会去过夜 这饭那边第二天洗 一般不这样 除非是太忙 那当时就洗过了 那么这个就叫做温气 我们用开水把这个说今天要用的气 都热一下 热这个 这个是滤网 茶漏 茶漏 茶漏我规定常用 这个东西 气敏实际上是有的 我用的其实是比较少 不是每次都用 把这块茶投进去 那你不要看这块茶好像很少 这个两克不止 有两个应该有三到四克了 比刚才我那个羊甘菊 两大勺要重 所以就是说我们一般投茶是看称重量 不能看体积 看体积是会骗死人的 不能看体积 好 那我们再 这个是老茶 我们以前有讲过 老茶呢 我们第一遍 我们基本上都不喝的 我们倒一点点水 倒大概一半左右 然后呢 稍微几秒钟摇一摇 把它倒掉 老茶我们是不喝第一号 因为它这个经过存了这么多年 将近这个2012年的这款 这个清凉工茶是 2012年开始存的 到现在呢 8年时间了吧 8年时间的话 它而且这种茶我们也都知道 它们都密分条件都很一般的 就是用纸分一下 它不会拿去竖分起来 因为数分的话它影响 它空气的什么进不去 它就不能引起转化 所以它就是用纸包 让这个空气能进去 能够进行沉化 内含物质进行转化 那你空气能进去的话 那肯定就有一些粉层 什么TG包包的东西也进去 是吧 所以我们第一泡是不喝的 好第一泡把它洗一下 就清理一下 然后我们从第二泡开始喝 那我们看一下 洗过了洗过了以后 就是长成这个样子了 胡盖擦这里面水不够多了 所以会碳 我们用这个胡盖擦把这个胡盖压住 往下倒茶 往下注水 这个注水呢 我们可以直接的 可以完全是可以直接的注在茶叶上 对这个茶叶进行冲击 这是没有问题的 不像那个绿茶之类的 我们要讲究卑鄙注水 这个是直接往茶叶上冲 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也这个也是用闷泡法 本来盖住 大概这个稍微闷长一点时间 都没有关系 要三到五分钟 泡几泡以后 到哪去煮都可以 这就是湖南的安化黑茶 是这么泡的 我们现在我们再看看 OK 现在我们就要等这个时间了 大概要黑茶 这边朋友有人有喝过黑茶吗 我自己有黑茶但是我还没有喝过 存在家里了 对 这个是完全可以存的 一般不过 但是黑茶它不像普洱 普洱比如说特别是普洱的生饼 是可以分存几十年 四五十年 给孙子喝都可以的 这个黑茶的极限 就是分值好像就十五年 十五年的时候是最好的 十到十五年时候 在后面也能存 但是就是它不会再 它架子不会再生了 好像应该是有这种说法的 不像普洱 普洱的生饼是可以存 越存越好 白茶的话也是二十年到四十年 黑茶稍微 稍微比上面这两种茶稍微短一点 二十年左右到极限 十五二十年到极限 我觉得这叶子很粗糙 对 黑茶是这样子的 它黑茶这个很硬 它有很多梗 它就是取料料的不同 这个不同的料 而且它味道不一样 这个跟普洱类似 你普洱茶饼 为什么每个工厂 它的口感不一样 它就是配方不一样 它这个是高甲期 我这块是高甲期的 高甲期茶叶开发有些公司的 就是他们每一家公司 它都有自己的配方 它经过自己的茶艺师 工程师进行调制 找出最佳口感的比例 至少这位配茶工程师 所认为自己这个是最好的 把它定下来 所以每家都不一样 总体来讲你茶 你说 他们说好的那个茶 就是我们没有喝 但是他们宣传的时候 给我们看上的 还有亮晶晶的 什么那种 那种闪光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你说的是金花是吧 对 黑茶 有有有 黑茶是有金花的是非常好的 是 这是有 我这款是没有金花 是有金花 金花你到Google去找一下 会有很多照片 包括铺有金花的都是比较好 不要有些朋友 把它金花跟梅菌混在一起 认为好像长出这个东西不能喝 这是不对的 金花跟梅菌也很好分辨 因为梅菌是有臭味 金花是没有臭味的 有一点点像 但是还是不一样 那叫金花 你没喝过黑茶 有存了 存了 可以也没有 也不一定说没有 就是我们在买的时候吧 还挺长了一下 挺长了一下 忘记什么样子了 金呢 有多少年了 知道是哪一件事 起码 对 我忘记它放了多少年了 但是我们买的时候 到现在我买的时候 可能有三年了吧 有三年了 这东西 这种老茶 它的分面上 现在99%都会打印时间的 有出厂的 是吗 有个印 去看 对 对 看到了哪一年了 没有找到 你先去讲 没找到 找一找 它上面都会有年份的 有个年份的盖章 像普尔的 我现在这个分面被我撕掉 其实我有时候很怕是上当受骗 我觉得它当时说的给我们看的 和我们品尝的 和我们自己实际买的 我总是有点那个怀疑 就是 对对 对我有点怀疑 我不敢相信 就是 你能看到 我不知道 我的 那这个 那这个就有时间 对 我不跟你那不是一样的那种 那种样子 你能看到我这个吗 我这个 我不知道我的下照的 有吗 我看不见 看不见 对的不见 你好像开了一个屏幕 什么 对对对 我大概没有没有转到 没关系你现在讲 我别耽误你的讲课 对 没事 我们这就聊聊天也没事 就是一边聊一边说了 我们这个主要是沙龙性质 这个现在还是没泡开 这个黑茶比较难泡 我为了加速 你好 我问一下 我们这个保存这个普尔茶 有什么特出的要求吗 保存普尔茶就是 一个就是要 干燥通风 通风干燥 就是你不要放在阴暗 就是不要担心不要 最最主要第一是防潮 不要受潮 如果受潮它就会发霉 那这个就只能扔掉 这是肯定是不能 你现在看到了吗 我现在 我现在看到了 安华黑茶对对对对 看到了 但是我看不见 这个 如果是这个出场日期 这块这个包装相当不错 你这个出场日期的什么 你慢慢找 应该能找得到 或者是折在里面也有可能 可能要打开才能看 有时候如果外面看不到 要打开 那里面会有 会有印 一定会有印的 这个 这东西如果没有印的话 没意义 是吧 好 谢谢您 我怕是受骗 因为在国内买的东西 我有时候老觉得他们有时候 包装不要看 也许是很好 但内容怎么样 不知道 你说的对 有一些金砖板 我就有茶友 就是这样 整个金砖板里面打开 给我一喝 那个明显是化学茶 对对对 那我们再跟那位朋友 在前面 刚才那位朋友讲 那个回到发生的话题 就是保存普洱茶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防潮 你不要放在 这个问题呢 在我们加拿大问题还不大 这个主要是在中国的地方 你像广东啊 广东啊 什么 我们像福建啊 南京啊 这个空气湿度非常大 这个就叫湿仓 普洱的东西 有干湿和湿仓 湿仓的东西 主要是怕潮食是吧 怕潮食 一个怕潮 第二个呢 是不要创胃 不要 它的密封起来是比较好 密封 对 你就是 不要放在厨房 对对对 您说对了 这不要放在一个什么 味道很重的东西的边上 那酒柜里面也不好吧 对 不是太好密封 比如说你放在那个什么 辣椒的什么边上 那这个就把你吸 茶也特别是怕这个 茶是有很强的吸食性 它有很强的吸附性的 所以把那过期的茶 放在冰箱里来吸那个 就是那个不好的茶 放在冰箱里 对 它会把这个意味去除掉 这倒是有道理 这是有道理的 所以 一个是不要反潮 第二个是不要创胃 主要是这两点 好的 但因为在加拿大呢 其实反潮 我们加拿大这里不反潮 对对对 这边没有问题 对 特别是月到冬天 那个暖气一开 干燥的厉害 我们都要放加湿器的 对 对我们人家来讲 都经常要使用加湿器 不然的话 就有点受不了的 所以在加拿大问题不答 所以 就是反潮 反意味 反意味 好的 好的 谢谢 另外这个绿茶泡过以后 可以把它吃掉吧 绿茶吃掉是 现在的传统呢 是没有 一般是不吃这个茶叶了 一般如果 一般天主茶叶 如果不管什么茶 你泡完以后 我是建议拿去 再来煮一煮 去泡饺 洗饺的话 一般不吃茶叶现在 就是有一些过了期时间 比较长的茶叶 可以煮一煮泡饺 可以可以可以 充分利用 充分利用 好的 谢谢 oh sorry 好 这个茶真的是相当的难泡 我把它拆一拆 泡得快 好 我们看看这个黑茶 现在泡成什么样子了 聊天了什么之类的 大概三分钟肯定是有了 这个还是没泡开的样子 那问题不大 这个是不是比较煮一下 比较好一些 可以煮 可以煮 完全可以煮 直接第一泡就直接煮也可以 也没问题 完全可以 是可以的 嗯 好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茶叹吗 是茶叹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个我这个现在还是没有完全泡开 这个也是蛮耐泡的 这个东西 这泡好几泡 但主持肯定可以 我今天是 我今天煮茶的茶具 没有完全准备 以前我每期几壶都有煮茶的 就用那个养生壶就可以了 养生壶可以 养生壶可以 养生壶可以煮茶 因为我早上是煮了白茶 这个东西 我用玻璃壶煮 你的养生壶肯定也是玻璃的 玻璃的 对玻璃的 一般我们这个是专业的煮茶的 养生壶它是连煮粥都可以煮的 对对对对都可以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挺好 专业用的 这个是专业主持 那老师您用的是什么水呢 水 是什么样子 我们上次也有讲过 这个我们讲过 水的话第一呢 先是要用过滤器 一定要用过滤器 Bleach 把它过滤一下 因为加拿大都差不多 我不知道您是哪个层次的 加拿大的水基本上都偏硬 用过滤器先过一下 然后再用铁壶煮一下 铁壶 因为铁壶呢 这种铁壶它煮完水以后 它有一种矿泉水的性质 它就会有二阶铁离子进去 会把那个钙米离子给它中和掉 所以水就水之会提高 就那种电的烧水壶不好是吧 电的烧水壶 反正肯定效果没有这个好 效果是肯定没这个 专门有个铁壶烧水 对 对 那个Costco卖过这个好像铸铁壶是不是 对 那您这个问题说到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铁壶实际上是有两种 一种是里面有涂层的 一种是里面没涂层的 里面有涂层的铁壶呢是比较便宜的 Costco是卖的是那种 那个不是哪来煮水的 那个是哪来泡茶用的 那个在大概他Costco一般是卖30刀左右 我知道 三五十刀 30刀根据大小了 那如果但是煮水的这种都会贵一些 煮水这种都要一百多刀 你到日本的话也是这样子的 日本的铁壶也是这样 那个小一点的便宜一点的是泡茶用的 那大的那个贵的那是煮水的 煮水煮水跟泡茶是两个体系 但是外韩人第一眼看上去会混 你稍微如果有稍微露门一下就知道 这两种铁壶是不一样的 如果对茶具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联系 我们这些茶具我们都有 好我们继续再泡第二泡 你那个水壶一直在那里烧滚吗 没有我现在已经关掉了 这个这个是叫电陶炉 电陶炉它是有控制的 我这个是经常的 给你看一下这个心盘的更好一点 就不要叫它一直烧滚 对它有保温功能 第二泡的话 温度稍微不要费点也没有问题 还是要如果你是煮水 如果是煮茶你反正就按下定时 它有个五分钟七分钟十五分钟几个选项 就去煮了 还是一样它也有保温功能 这个这个叫定陶炉 这一个定陶炉要多少钱 这个我们这个节目本身不做销售 你如果是 就是说有兴趣你跟我联系 好吧我们我们线下谈 没关系你在哪个城市我们都可以送得到 我给你放一个 我放一个我的电话号码在这里 你加我微信号 好吧 好的好的谢谢 这个电陶炉说的是 这个陶是指陶器的陶是吧 电陶炉 因为电陶炉的话是 电陶炉是电磁炉的升级吧 以前那个包括现在Costco都有卖 有点像的大大的煮火锅用的那个 那个叫电磁炉 电磁炉跟电陶炉的不同是有两个不同 第一个电磁炉是有辐射的 而电陶炉是没有辐射 它里面那个元件改了 设计都变掉了 第二个电磁炉它认那个容器 就是有一些估计这铁壶是不能煮的 那如果是电磁炉 它必须要不锈钢的东西才能煮 那那个电陶炉的话 你只要你任何东西 能够耐烧的东西你搁上去 它都能煮 你玻璃了 铁壶了 紫砂了 那个电陶炉Costco有卖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我们这里本地没有进化的地步 你跟我联系吧 我刚才听错了 我觉得我看见Costco那个好像有 不应该是电磁炉 是电磁炉 他们是电磁炉 这东西还是做得比较好 ok知道了 可以跟我来 51471562222 这个是我的电话号码 也是微信号 你可以找我联系吧 就是如果对这茶居了茶叶了 怎么有兴趣 可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边蒟花茶放五六年也没有问题 可能五六年可能不是太好了 那你也可以喝嘛 蒟花茶的东西还是新鲜比较好 ok好吧 那我看好像后面的可能后面节目的朋友已经开始上线了 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就这样子到这结束吧 好吧 有其他比较问了具体的什么价格什么之类的 加我微信号吧 5147156888 好吧 好吧 那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陈总 拜拜 Hawaii 6 10 1 感谢观看